總之我們要運用我們的選票 去告訴特區政府 告訴北大人 告訴建制派 我們不喜歡你這樣做 在選票裡面 選舉的時候要懂得走出來 要懂得走出來投票 第一件事 為什麼他們覺得他有把握 拿到七成選票呢? 可能不是整體 例如在個別的選區 尤其是功能組別 雖然小圈子選舉 不是很多人都有票 但起碼現在多了一票 那票就是超級區議會所謂的 區議會的議席 大家千萬不要投白票 我反對投白票 想辦法令到反對派拿到三個位 這是很重要的 起碼在那裏是有機會拿到三個位 如果你投白票的話 你將三個位送給建制派 兩個位 得到兩個位給所謂的反對派 如果你是專業人士 他們現在在很多組別裡面已經中了票 那你出來投票 拉高的投票率 起碼就算輸 也不要輸得這麼難看 現在他們最擔心的是幾個界別 一個界別就是工程界 因為工程界裡面兩個建制派 打一個反對派 如果你是工程師的話 你就要出來投票 會計師那裡他們也很擔心 因為陳茂波陰點了他的名字 就去選 大家如果是會計師的話 你又不是既得利益者的話 你就要出來投票 譬如這兩個議席就要爭 當然還有律師 如果大家是專業人士 你又一樣要出來投票 總之問我就很簡單 總之就是踢走保皇黨 不用選擇 你不要理 當然在民主派 所謂民主派 或者反對派裡面 有些人很討厭 看你站在旁邊 有人認為民主黨 就已經出賣了民主 因為他支持這個政制改革 走進去中聯辦 但始終你問我 我都相信民主黨在關鍵的時候 他會是站在民主的一面 公民黨是有潔癖的 大家都知道 公民黨就是建制派裡面的 所謂反對派裡面的 但大家都知道公民黨的立場 也是很堅定的 你看到他在這個 保選的立場 就知道了 然後民協就不用說了 民協就真的佛善可塵 但起碼看到他們怎樣壞 他都不會衰過保皇黨 還有工黨 還有社民連 還有人民力量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自己是內控的 分支出來的 但始終去到尾 都是好過保皇黨 就這麼簡單 所以一個選擇你問我 就是要踢走保皇黨